假设做完这件事情 我们成果是有提升 那你必须要去算出 例如说我们提升的情形是什么 改善的程度是什么 然后那个统计检定的结果是什么 这都是必须要讲的 就是我第一天给你们看到那个档案 好 例如说 例如说我现在我举这个同母性与漏打疫苗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要放的是同母 因为我要讲的是那个 有无漏打疫苗 跟是否为同母性 的关系 对不对 我们可以做检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是同母性 这是不同母性 你看在一岁漏打 一岁漏打 一岁漏打上面 跟非漏打 你的比较一定是一岁漏打跟非漏打 对不对 好 一岁漏打是那个同母性75人 非同母性661人 非漏打 同母性还是有很多人是没事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他都会带着小朋友去打预防针 541 然后这个是6615 所以你去把这个资料去做卡方检定 然后你绝对可以算出来 你看你这样简单的算一下 这个541个人 跟75个人 这样算起来大概是616 616人大概有10%漏打 对不对 然后这边这边好 这大概10% 这个大概也是10% 有看到661 一岁漏打 661 然后6615 这大概大概比较低一点 大概9% 大概9% 好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这边是算那个真迹 不是算 对不起 这边是真的算人 算人次 反正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 这边之间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 假设同母性的话 他可能要独立抚养 所以可能会有漏真的情形 反正这是值得我们来去关心的一个话题就对了 好 这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